大家好 我是時代漾新竹市立委候選人高玉婷 首先我一定要再次來強調 我不反對農村社區的這個發展 但是我反對的是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藉著土地窮化的民意 然後來抹取這些暴力 這件事情完全了 背離了這個農村社區 他們要自辦這個土地窮化的政策目的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怎麼可以這樣子來炒這些土地的開發利益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我一直有問鄭宏輝說 你對於這個監察院所糾正的這個 新竹縣市的這個十個開發案裡面 你涉及了幾個 那鄭宏輝針對這些事情完全沒有來說明 那我們就先拿第一個案例 就叫做西橋的自辦農村社區土地窮化區 的這個開始 故事是這樣子 2007年5月開始 好 從這個土地窮化的籌備 這個西橋的喔 好 就開始了 第一件事情是 在7月12的時候 在西橋的西橋段389地號 這一天喔 這一天有64個人同時來購買這塊土地 那在這當中 購買這個土地的人 每一個人持有的土地的面積都非常的小 沒有超過3.5平方公尺 甚至大多數的人都大概是 只有一平方公尺 這個西橋段389地號 剛剛我講到的 7月12號同時有64個人來跟販木櫃買土地 那這當中有出現幾個比較關鍵的人 就在這邊先跟大家講 鄭清彪是誰 鄭鴻輝的爸爸 好 然後還有許明義 許明義一再的在我們這兩次的記者會當中都有提到 他就是林維修之前的辦公室主任 好就可以從這些購買這個西橋段389地號 在一天到64個人同時來買 甚至多數的人是擁有一平方公尺這樣的大小 一平方公尺大家知道大概多大嗎 其實大家就只有大概這張桌子再一半再長一點 好 那當然從2007年7月12有這麼多人來買 隔了一年又持續有在這一塊土地上又有13個人來買 代表的是什麼 在虛貫人頭啊 不好意思在2008年的9月10號以後 他能開始陸陸續續的把這些土地都轉讓給鄭鴻輝 許明義跟楊國春這代表什麼 人頭已經湊到了你可以退場了 你已經不需要這些土地要回流到鑑鴻輝他們手上 好然後之後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 在2011年的時候 這時候重化會人數從246人降到179人 這當中蒸發了三成耶這些人頭都走光了 好這才這個才是重化會剩下一百 179人這些當初好然後第二次重化會一樣 實際出席人數47人當中又被代理76人 他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手法來掌控整個重化會 這只是他們所有參與的這些重化會裡面的 其中一個案例 其實他們就是實隨之位 都是透過這樣子來虛貫人數 然後來獲得了這個重化會的主導控制權 我們一站的問鄭鴻輝說 請問你到底參與幾個 其實他跟林維洲就我們這邊所看到的 其實他們參與了有三個至少三個 包括剛剛講到的西橋重化區 他們掌控的是這個西橋段389地號 那同樣的他們一樣也有十歲之位非常囂張 他們一樣的在水源重化區前溪重化區 都一樣的有攝入用相同的手法複製貼上 所以透過這個關係圖相當清楚的看到 藍色一坨人 綠色一坨人 還有這邊旁邊的 大家分別交叉持有 這些在這些重化區裡面的一小塊土地上 他們持有相當少的池分 好就是這樣 在水源重化區他們是隆恩段的265地號 前溪重化區則是在415 419號地 每個人的持有都超級小分超級小的土地面積 然後就是來虛貫這些任數來獲得重化區的主導權 來決定這些土地的土地的利益分配